296 聯合報 國際木球賽揭幕500餘人參與 2015年7月14日兩岸 台商B1Y賴錦雲廣州報導國際木球對抗賽日前在河原巴佛尼亞莊園開幕 來自亞洲木球眾會 台灣、南韓、香港、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世界各地的木球協會領導和隊員 共計500餘人出席開幕式 兩天的賽事包括個人賽、團體賽等木球比賽 河原市木球協會揭牌儀式同時舉行 木球創始人兼國際木球總會會長翁明輝 亞洲木球總會會長郭俊佳 大陸國家體育總局社體中心副主任劉北劍 廣東省體育局巡視員曾曉雄、廣東省旅遊局副局長王志雄等主持揭幕 木球運動不受年齡、性別限制、將競技、休閒和健身用為一體、場地不受限制 運動規則與高爾夫相似 所以又叫平民高爾夫、雍明輝表示 河原巴佛尼亞莊園山清水秀 兩大木球場的建設 是木球運動進一步發展契機 也與莊園健康養生、蟬修養心、 度假養老的三養理念契合 他希望藉此比賽 帶動木球運動在豬三角乃至全大陸發展 讓遊客走進來 將木球傳出去 巴佛尼亞莊園總裁鄭勇均則表示 莊園致力打造以互聯網加生命科技的大三養 大健康、大蟬修、大農業、大影視、大數據的休閒度假生活 木球運動休閒、競技、健康、快樂的四大核心思想 與巴佛尼亞莊園三養理念有異曲同工之廟 莊園已打造4205平方米的活景球場和6343平方米的翠谷球場 兩個木球場 全力推廣木球運動 為遊客提供極致健康養生旅遊體驗 巴佛尼亞莊園於7月8日8月31日期間同期舉行學爽運動 清涼避暑、翠美親子為主題的首階避暑節 莊園有機農場佔地1,500畝 現對外開放的項目有沙灘車、有葵基地 有機大棚、河花、百畝西瓜園、農耕採摘之餘 巴佛尼亞莊園有翠美的汽水狂歡、激情衝浪、彩虹滑度等水上游換項目 莫尼克啤酒節、能量溫泉體驗、國學、夏令營等休閒體驗 從… 我好難忘,我找你去做效果的 想要吃吧… 你嗎… 感谢观看